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核心不是大人物的纵横百合 而是形式 制度 行动之间的关系 通过共和覆灭这个经典的场景 我带你去看看文明的自我政治升级机制 换句话说 一个文明到底有没有可能进行政治自救 这一讲我要通过苏拉 而不是你熟悉的凯撒来讲这个故事 苏拉是第一个颠覆共和的终身独裁官 除了苏拉 你还需要记住另外一个人物 就是马略 马略他是一位改革家 是苏拉的政敌 至于马略改革的核心是什么 我后面跟你讲 你只要记住 苏拉有这么一位对手就好了 我们先来看看苏拉干了什么坏事 其实这种口径是不对的 它暗藏着对苏拉的传统偏见 就像中国人心目中的官公 一定是中意的红脸 曹操一定是奸邪的白脸 我不是要跟三国演义唱反调 他们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有力的宣扬了传统的价值观 但是你要知道 红脸和白脸宣扬价值观的时候 简化加工添补 它很可能让你看不见很多重要的东西 如果一定要对苏拉的作为 做一个评价呢 我会说 苏拉时代的罗马 共和制度 已经无法应对当时的新形势了 苏拉当然是颠覆了共和 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此 而是他颠覆共和之后 没有建立起一个适应新形势的新秩序 如果跟凯撒对比的话 你可以把苏拉看成 罗马从共和走向地制的过程中 一个政治自救失败的案例 那么具体来看看 苏拉到底做了什么 传统价值观 认为他是颠覆共和的独裁者 罔顾法际 野心膨胀 邪恶残暴 共和就是因为遇上了这么个邪魔 被摧毁了 他和马略斗争 灰军杀毁罗马城 邪惠袁老月 授予他终身独裁官的大权 然后呢 用恐怖统治 清洗阵底 共和国变得鸦雀无神 我们来看看苏拉的三大罪状 第一 灰军杀毁罗马城夺权 第二 就任终身独裁官 第三 实行恐怖统治 我带你一个一个细看 第一 灰军杀毁罗马城啊 是对罗马共和传统极大的破坏 罗马法有规定 军队班师回朝 跨过卢比肯和之前 必须解除武装 否则视为叛国 按照法律 苏拉就是叛国贼 通常说到这种地方 你就会把实行的原因 归结为个人品质 苏拉野心太大 但是呢 这种脸谱化的思维方式啊 帮你用最简单的办法 得到了答案 你的思考呢 也就此打住了 你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 到底什么样的时局 会让人产生野心 那当然是乱事 时局越乱 野心家越多 线索就出来了 实际上 苏拉夺权之前 共和国已经出问题了 对外征服的成长逻辑 会带来两个问题 一方面 内部管理压力 迅速上升 怎么管会出现分歧 改革派呢 会发明新办法来管 保守派呢 会坚持老办法来管 这可不就打起来了吗 另外一方面 顺应军事征服的逻辑 人能成就大业 于是大家都想去做将军 开枪拓拓 他们之间 会因为战争的指挥权 打起来 回想一下 我跟你讲过的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 就是一个例子 罗马通过征战 变得大而富了 于是带来贫富不均 挑战了原有的制度框架 这个时候就要改革嘛 但是改革 又引起了新的混乱 苏拉和马略的斗争 其实就是围绕着 对外征战的问题展开的 可以从内外两个角度来看 对外 仗怎么打 谁去打 希腊地区的征服啊 等着有作为的将军 去建功立业 对内呢 也有问题 国怎么治 谁来治 公民权 要不要从罗马城 扩大到整个意大利半岛 法律身份覆盖 意味着罗马 对更广大的地区 实施有效的统治 把管理压力降下来 苏拉率军跨过罗比肯河 就等于给出了答案 于是呢 就有了苏拉的第二条罪行 就任终身独裁官 这也是对共和传统 极大的破坏 在罗马法当中啊 独裁官制度 相当于 现在各国宪法 通行的紧急状态 国有危难 受人以专权 停止部分法律的实施 公民权 相应克解 但是呢 授权是有限的 任期是有限的 总的来说 独裁官制度 本来也是存在的 这就是共和国 自救的政治保卫机制 它本身啊 是符合共和精神的 苏拉在就任终身独裁官之前啊 罗马共和国 最后一次启用这种制度 是步逆战争之间 是为了对付汉尼巴 那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了 但是苏拉这么一来 他不仅取消了独裁官的任期 而且授权啊 激进无限 以前独裁官没有那些阅法之权 他都有 比如说 他审判的案件 不得再上诉 他可以设立废除 改变各级地方政府 他选什么样的人 担任高级官吏 他说了算 他选什么样的人 做他的接班人 他说了算 这些都不再需要经过元老院的批准 等等吧 正是因为终身独裁 破坏了共和制度 违背了共和精神 独裁才变成了坏词 和回城夺权的问题一样 苏拉揽权啊 确实出于个人野心 但是你必须看到 这个背后啊 是共和制度已经不灵了 处理不了原来的社会政治军事问题 在这儿呢 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 关于文明的一般性的推论 凡是大野心家出现 一定是时局纷乱 原有制度 接近失效 无力管理和控制各种事物 把大人物放进这样一个应逻辑来思考 思考的重点 就不再是个人品质 而是如何顺势而为 于是呢 更重要 评价大人物的标准 是有没有建立起新制度 结束混乱 让国家重回正轨 这根新的轨道 必然和旧的不一样了 这也就意味着 即便罗马的社会 政治经济危机已经解除 但是他再也回不到 小而穷的共和制度里边去了 所以我们接着看 第三条罪行 苏拉实行了恐怖统治 苏拉的恐怖统治啊 是坏君主和坏人民 通力合作的典型 苏拉要揽权 要清除阵敌 所以实行恐怖统治 那人民又是为什么呢 回想一下我跟你讲过的 共和的定义 共和是人民共同的事业 而人民是通过法律团结起来的 当人民为了自己的私欲 而践踏法律的时候 他们就不再是人民 而是暴民 共和国也就瓦解了 在共和末期的乱局当中啊 人民啊 不会当然的遵纪守法 军事扩张带来的巨额财富 分配不均 分配不公 大人物们都在 循私王法的征权夺利 遵守公民美德和法律 已经成为迂腐 人们自然就加入了 践踏法律的行列 就成了暴民 而且啊 共和传统告诉掌权者 权力来自人民 掌权者就要讨好人民 在乱局之中 他们就会去败坏人民 交给人民啊 很多牟利的坏行为 苏拉在广场上贴名单 宣布谁是人民公敌 不用执法队去抄家灭门 暴民们就先去了 因为苏拉规定 杀死人民公敌 不仅无罪而且有赏 包庇人民公敌 则与他同罪 人们为了领赏啊 得到抄家的好处 也为了政治投机 就疯狂的去迫害别人 以至于有的人 根本就不在名单上 暴民受到人的挑唆之后呢 先把他抄家灭门 然后再把名字捕上去 人民啊 竟然利用苏拉的恐怖统治 为自己牟利 主动地加剧了恐怖 常常在文明史告诉我们 当一个国家出现坏统治者 他仍然是人民的代表 有什么样的人民 就会有什么样的统治者 反过来说也成立 有什么样的统治者 就意味着有什么样的人民 不要理所当然的假设 人民就是正义的化身 罗马传统啊 把人民说的好的不能再好了 可是在共和覆灭的紧要关头 你看看人民都干了些什么 所以啊 苏拉的出现 不仅仅是因为 她的个人野心遇上了乱局 更因为啊 人心已恶 民风不鼓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共和已经名存实亡 苏拉只是临门一脚 不过你要盯住的是 苏拉是否为拨乱反正 创造了可能性 从长线来看 其实是有的 后来形成帝制 权力的内容 就和终身独裁官的差不多 或者就是往前推进了一两步 好 到这里 你已经可以放下大奸雄 苏拉的脸谱了 让我带你用形式 制度 行动 这个逻辑 复排一下苏拉的恐怖统治 共和国呢 因为迅速扩张 引发了对外征战的统帅权的争夺 和对内管理方案的重大分歧 党争愈演愈烈 苏拉坏了规矩 带兵回京夺权 和暴明合作呢 用恐怖统治 独揽大权 稳坐终身独裁官 他充分利用了坏政治当中 所有对他有利的因素 使兵临崩溃的罗马 统一到他一个人的麾下 无论有多恐怖 罗马风崩离析的态势 被终止了 定于一 也就是权力归于一人 是对共和的颠覆 但却是对罗马的拯救 在这个意义上 共和覆灭了 其实并不可惜 因为他固然好 但是他对形式已经失去了控制 他已经是一种无能的制度 苏拉用他的行动埋葬了共和 也就没有那么可恶 但是 他没有把野心和大权 转换成新的蓝图 这才为有识之士所不齿 对比一下凯撒就清楚了 苏拉没有得到凯撒 后来那样的殊荣 除了他过于残酷之外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没有完成救国大业 他没有系统性的 把终身独裁官的职权 变成稳定合理的地质 没有凭借自己手中无上的权力 完成罗马制度的系统性更新 也就是说 他没有主动的为罗马 铺设未来的正轨 他选择了退休 到乡间别墅安享晚年 于是呢 他没有完成的事情 就必须有人来完成 庞贝 凯撒 乌大维 都是沿着独裁者的道路前进的 在乌大维手中呢 地质终于建成了 罗马获得了一种 和大而富的社会状况 相吻合的制度 他又可以意气分发的 向前飞奔了 下一讲 我就带你去看看 乌大维到底怎么创造了新秩序 期待你的到来 咱们下一讲再见 你 对